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都有领先优势 马龙拿球 乔丹突然杀过来 断走了球 拿着球的乔丹冷静地发动了进攻 并命中了这几被称为世纪之头的中投 绝杀了比赛 完成了三连冠的尾翼 第八 十一年总决赛热祸VS独行侠十一年拥有三巨头的热祸和诺维茨基带领独行侠站在了总冠军的舞台上 从球星数量上看 热祸拥有绝对的优势 但最后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所料 总决赛三场比赛打完 热祸2比1领先 诺维茨基在这时还感冒了 看样子独行侠要无缘总冠军 但诺维茨基突然爆发 用神级表现带队连下三场 逆转了热祸 彭德队史第一冠 独行侠单和赢热祸三巨头也从此成为了佳话 第七 05年总决赛马刺VS活塞05年总决赛马刺对阵活塞 这两支球队防守都非常强 他们都是用铁血防守走到总决赛上 这次总决赛也被人们看作是防守大战 两支防守都很强的球队 在总决赛上贡献了顶级的防守 双方得分都很困难 总决赛第一场 马刺把活塞放到只得到了69分 这种强硬的防守延续到了第七场中 在抢期中 马刺用更强的进攻击破了活塞的防守 拿下了总冠军 这年总决赛很激烈 防守强度很大 但也因此 第六 84年总决赛 凯尔特人VS胡人84年总决赛 凯尔特人和胡人再次成为总决赛的对手 除了球队恩怨外 博德和约翰逊的个人竞争也让这次总决赛的火药位非常足 两支顶级球队交手 比赛自然是非常好看了 双方各自发挥所长 你来我往都不让步 六场打完 双方大比分为3比3 抢期将在凯尔特人主场开打 凯尔特人主场是一个魔鬼主场 胡人在这这里几次 而这次 胡人也没逃过在波士顿输球的结局 目睹凯尔特人再次夺冠 博德在两人的对决中又赢了一次 第五 69年总决赛 凯尔特人vs胡人69年总决赛 拥有张伯伦维斯特贝勒的胡人对阵阵容 已经老化的凯尔特人 赛前 人们都认为凯尔特人这次可能敌不过胡人 虽然从阵容上看凯尔特人赢面不大 但他们仍在努力拼搏 把系列赛拖入了抢期 抢期中 他们保持了自己的作风 而胡人也没有放弃 尤其是维斯特 他打出了他生涯最好的一战 帮助球队紧咬比分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成功 胡人败了 但维斯特的表现征服了所有人 让NBA把FMVP颁给了维斯特 这年总决赛成为了维斯特最悲壮的个人表演 第四 97年总决赛 公牛vs爵士97年总决赛 公牛和爵士第一次在总决赛上见面 两队阵容都很不错 实力也比较接近 重要的是 两队都是十分强硬的球队 马龙和罗德曼的队位充斥着肌肉的对抗 两人还时不时的推扫 做这些就为争取优势 第五场比赛 乔丹得了流感 但他带着流感出战 砍下38分 带走胜利 这场比赛成为了铭记史册的流感之战 第六场 史蒂夫科尔这个小角色挺身而出 命中了绝杀球 结束了这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